我和荷兰哥今天出来买餐桌和餐椅了 一直以来看我视频的朋友都很担心 我们天天趴在茶几上吃饭对胃不好 但是我们的小公寓太小了 实在是放不下一张餐桌了 今天我们就出来给我们即将搬去的新家买餐桌和桌椅 荷兰这边比不上国内几乎没有现成的家具可以买 从顾客下单之后工厂才开始进货加工 最少需要三个月可以运到顾客的家中 今天就给大家拍一拍荷兰家居的价格 像这个四个人做的实木餐桌是750欧和人民币5600 这个中式风格的屏风659欧和人民币4900 这个小屏风放在浴室里摆上洗漱用品还是很好看的 我和荷兰哥两个人一打眼就相中了这一套餐桌餐椅 一张桌子和六把椅子 餐桌419欧和人民币3200 六把椅子分三种颜色 黄色绿色和灰色 每把椅子119欧和人民币900块钱 我们这一套呢是1200欧和人民币9000块钱 我们两个人买东西很快 看上了就当场拍板交钱 今天交钱买了呢 最早可以在明年2月份送到我们的新家 这是一家平价的家具城 我们之前的柜子也是在这一家买的 这样的话呢 我们的新家家具风格就能保持一致了 都走简约风吧 买完了家具呢 我们再来逛一下厨房电器吧 现在的厨房都是一体化出售 这一整套呢包含抽油烟机 电磁炉和柜子是5450欧 和人民币42000 这一整套就更贵了 一整套12400欧 和人民币95000 这个抽油烟机倒是很适合 像荷兰哥这样的高个子人士 不容易碰到头 不过这一套的价格是真贵呀 所以在荷兰 年轻人只靠自己买房装修 再添置家具电器 压力是非常大的 今天的家具城特别逗 还送给我们一张免费的点心券 我们可以在这个流动的小吃车上呢 领六个Olible Olible是荷兰人 在每年的最后一天吃的特色小吃 味道呢 有点类似于我们国内的炸糕 它其实就是炸的面粉团 裹着葡萄干 再蘸着糖粉 这也是荷兰男女老少 最爱的小吃之一 价格呢 通常是一欧一个 和人民币八块钱一个 这个糖球简直就是荷兰哥的最爱呀 今天晚上的六个 他一个人就吃了四个 我一般呢 一次最多只能吃一个 因为觉得太油腻了 而且也太甜了 所以想要掌握荷兰人的幸福密码 其实也很简单 就是油炸再加上糖粉 今天晚上呢 我做了一个芹菜炒牛肉丸和炒土豆片 先把牛肉丸炒熟了之后 盛出 用锅里剩下的油呢 炒一下葱和蒜 葱蒜炒出香味之后 倒入之前切好的芹菜 翻炒一阵过后 依次的加入生抽 老抽和蚝油调味 然后倒入之前炒好的牛肉丸 一起翻炒 混合均匀 这样今天晚上两道菜就出锅了 芹菜炒牛肉丸和辣炒土豆片 这个土豆片呢 炒的时候我忘了关注它了 所以炒的有点过了 特别的面 荷兰炒 荷兰炒 炒的土豆呢 分两种 有面的和脆的 今天买的这种应该是面的 很多人直接用开水煮着它吃 把它当做主食 我们一般也是 如果炒了土豆呢 就不会再蒸米饭了 下面请欣赏荷兰哥的吃中餐秀 那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了 谢谢大家的观看 大家别忘了关注我 咱们下期再见呀